觀念已經進步到21世紀了 所以一件事情我想要宣導的是 請使用胸背 避免使用項圈 為什麼 因為在我們的頸部以及狗狗的頸部 有非常多的器官 包含了甲狀腺、氣管 重要的神經以及血管 那我們使用項圈的時候 狗狗如果暴衝 或者是牠因為某個事故 然後不小心我們去拉到牠的項圈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可逆的意外 包含了頸椎可能會有受傷 包含了血管 包含了氣管 所以呢 我們會建議狗狗使用合適的胸背 來取代項圈 這是我第一件事想要宣導的 因為這是最新的研究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 很多的行為問題 都跟使用項圈有關係 也許你的狗狗在外面會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激動 情緒不好 可能都是因為使用的項圈 然後還有就是呢 沒有學習好的散步的習慣 以及呢 跟別的狗狗太過於靠近 好 所以我們建議使用合適的胸背 來取代項圈 這個是今天主要